狼煙行動聯盟今年三大訴求 一 中華民國政權明確落實 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空間的 歷史的轉型正義 不應該迴避不處理 對於持續到現在錯誤的殖民 滅族政策公開正式道歉 第二 中華民國政府 應該尊重臺灣原住民族的意願 服役民主國家支持聯合國 原住民族權力宣言的國際主流趨勢 儘速完成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執法 三 呼籲臺灣原住民族與臺灣土地上 所有非原住民族群的臺灣人民 應該共同推動制定臺灣土地上的原神新憲法 彼此以平等互信互惠的信念 追求開創公益 共融議題的國度 讓臺灣土地上的各族群团結 成為臺灣民族 而行政院原民會將原住民族人提出的訴求 納入行政重點 不過由於目前原民會主委 以及副主委帶領全臺五十五個鄉鎮 鄉長前往荷蘭參觀原住民族 文史資料 各地的狼煙的一個相當的訴求 我們也得進企劃處 這方面自信 我們要充分的一個收集重視 那我們有些議題已經納入重要的一個 連住的事實重點在推動 尤其是下個階段是土海法的一個 推動的一個事項之一 那自治跟土海法是長期解決我們的一個土地問題 跟發揮我們原住民自治精神的一個重點 高舉祖先的毛漢宮 既告天地祖靈並傳達訴求 告訴政府串聯全國約四十個部落 共同施放狼煙 就是要捍衛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 掌管原住民族事務的行政院 原民會則無旁代表示 原住民族土地海域法草案會儘快完成 並且會在六七月份送進立法院審議 記者阿里奈克出的五六台北市採訪報導